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2号至14号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论坛期间 多位与会人士就南海问题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 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纯表示 南海地区争端的核心矛盾是领土问题 最主要的是领土阵营 一是敏感 一是非常复杂 因为南海问题它实际到的国家数量之多 争议岛礁数量之多 争议海域民积之广 全球范围的绝无仅有 所以短时间内是解决南海问题 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一 管控危机 防止危机升级 第二 把争议搁置下来 来谋求推动共同开发 然后加快制定本地区的准则 这就是南海行为选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 与创新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易琪表示 域外国家的干涉破坏了南海地区国家间共识 一个是域外干涉 破坏了它这个区域内部解决南海问题的一个 本来一些共识 因为本来在南海问题上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南海各方行动宣言 我们有这么样那些外交的默契 或者说一些比如说政治上面相关 大家都愿意遵守的一些国际规范 但是呢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之下呢 现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一些南海问题的一些当事方 就会采取了一些更加就是猛撞的一些行为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无疑是很容易导致冲突升级的 济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居海龙表示 中非南海问题近年来碰撞增加 但实质性问题的解决仍然停在原点 其实这几年菲律宾和中国这个关系呢 发展到今天 我们都深深感觉到冲突的这个烈度和力度 其实在增加 但是问题我们回过头来看 中非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仍然停留在原来的状态 吴世存介绍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希望维护南海和平和稳定 中国我们的南海政策是一贯的 一 维持南海的和平和稳定 这项政策始终坚定不移 第二 主张通过双边谈判 和平方式来解决南海争议 这一点没变 第三个是更重要的 但是现在这些南海胜诉国 响应的积极性不高 就是各自争议共同开发 我认为只是时机还不到 最终大家必须要走到这条路的 而只能走到这条路 专家们认为 南海地区是全球产业链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 合作领域同样广阔 这一块区域是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地带 甚至说是全球的一个经济发展 经济转型的一个隐形 而且这个地方它涉及到 比如说全球的航运的 能源的 包括货物贸易的 这地方都是一个核心 我们需要南海的资源 南海的环境 我们需要保护 南海的鱼资源 现在有说是这个可补量 大于补牢量 有的时候这个已经补牢过度 那么现在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 官方的全球的数据 那我们能不能来进行资源的共同调查 所以这些领域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 菲律宾国际安全研究学会主席罗万伟 在东盟与亚太地区安全架构 平行分组会议上表示 菲律宾希望回到与中国和平共处的道路上来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lived very peacefully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we have very good attitude towards China but we were colonized by western powers with strong anti-China attitude and now we're having that attitude too we want to go back to our shared cast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not the sea that divided Filipinos and the Chinese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the source of our connection the source of our shared history the source of our shared experiences we'll be right back to this next weekend we welcom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North China Sea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